年终岁末,2018年正唯一远去,而2018,对于我们每个人,依然历历在目,记忆犹幸。 2019年让我们用信心、激情、努力,去拥抱明天,去迎接更为精彩灿燃的新一年。 回首往昔,仿佛还能见到年轻时那个躊躇满记的自己。 总觉得过去的时光,就像是开在花园里的花朵,释放着醉人的香气。 手握着大把大把的时光,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里,笑看花开花信,镜上云转云书。 随着时光的流逝,青春也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。 时光如白鞠过气,但在一次引用这句不知被自己拿捏过多少次的话时,我突然发现,内心深处,居然有了一丝莫名的惶恐。 沧海桑田,在时光的兜兜转转中,岁月一圈又一圈地刻画着年轮,而行走在其中的我们,除了巧良改变的模样,是否已苍老了内心。 坐在冬域的暖阳下,独树自清的葱葱,燕子去了,又再来的时候。 杨柳枯了,又再清的时候。 桃花信了,又再开的时候。 流连于文字的世界里,眼眷,沉思。 正如先生文中所言,过去的日子就像是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,滴在时间的河流里,没有深夜,也没有影子。 往昔如风,在回眸,那匆匆而逝的三百六十五个日子,犹如帆船行走在平静的水面翻起振振的淋漪。 当日丽丝的只剩下薄薄几页,漠然惊觉,自己又站在了年末巷尾。 那些在生命里度过的日日夜夜,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幸福快乐,迷茫,痛楚,都如历史云烟随风而去。 走过时光里,每一个匆匆的脚步,将随着岁月的流逝,逐渐消失在时间的河流里,也留在我们记忆的海洋里。 那些曾经的一切,也终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磨练和经历。 在我们即将演唱2018书卷的时候,我突然想起哥德说过的一句名言,人之幸福,在于心之幸福。 那么,就让我们怀着幸福去畅向未来,去感恩感怀。 感谢阳光,让我们拥有阳光般的好心情。 感谢家人,给我们无微不止的关爱。 感谢朋友,给予我们以心灵的慰藉。 感谢魂子,让我们在慢慢的长夜中不再孤单。 感谢命运,赐予我们其人成就梦想。 感谢信念,为我们这撑起所有的希望。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,站在新的起点,让我们怀着对时光的敬意, 静静聆听新年的终生,一起去认真感悟生命的珍贵和幽远。 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,当作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祝福, 让我们由衷递到一生。 2019,你好。 时光仍然,喜迎元旦。 愿时光不再被辜负,愿岁月不再成唾佗。 2018已然圆满,新一年的幸运之火等我们点燃。 岁月如昨,情意依然,2019,愿我们携手并肩。 感恩生活,感谢朋友,带上梦想,在新的起点请行。 祝大家圆大快乐,新年大吉,诸事如意,工作顺利。 回首2018,有喜悦,有失落,也有收获,人在世上,总有太多事情要考,为家人,为朋友。 人总是这样,有太多事情要背,很难为自己而活。 很多人都是为家人活,为子女而活,这样也无可厚非。 因为他们过得好,就是自己过得好。 谢谢自己,在最孤单的时候勇敢一个人赶路。 有些路,只能一个人走。 有些话,不必说给每个人听。 不着急,静静啊,用所有的寂寞时光为自己鼓掌,带着微笑接住了每一个挑战。 岁月赋予了我淡然从容,历经岁月风雨,现在的我更学会了宁静志愿。 每一步走的开始,每一天活的自在,心境越来越平和舒畅,这是时间回赠给我的财富。 新一年比一年宁静,人一年比一年轻松。 新的一年,愿所有吃过的苦,都结成丰硕的果实,愿所有过受的泪,都变成岁月的回馈。 再见了,2018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挨赞了。